哈喽各位同学我们回来了 请把书翻到三百二十八页 我们开始重点介绍关于合同的变更 这是我们学习收入的第一个坎 认真听就能一变会 不认真听你放心你必须两变 认真听我保你变会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叫合同的变更 是指经合同双方同意 对原合同的范围或价格 或者是两者都有做出的变更 举个例子 我原来跟你签是一百件合同 但是我做合同变更 我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之上 我增加了三十件 抑或是我原来的基础之上 我啥都不变 我把价格降下来 这都是可以的 这都叫合同的变更 要么它是范围 要么它是价格 要么这两者它都有 比如说我增加了三十件 这三十件也有它对应的价格 所以要么是价格和范围同时变 要么是一个变一个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合同变更包括三种情形 首先情形一它是基础 只有你把情形一真正学通 学透 学懂了 后边的你才OK 我们来首先看清一 说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企业 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这就是我说来自于国际财务快递报告准则 执意过来的 大家听起来就不是人话 我们先说结论 结论 那你就把变更部分作为一个单独的合同 来进行会计处理 举个例子 说假和一公司签合同 销售A产品 合同当时签订的是100件 什么时间签订的 23年的4月15号 然后呢 说这个合同是陆续交付 不是一次性交付陆续交付 时间截止到23年的12月31号 在这段时间 你陆续给我交付这100件 说这100件多少钱一件呢 10万 10万元每件 整个合同标的是1000万 好 现在时间来到了23年的6月30 我告诉你 我说假公司啊 他已经交付了60件 那么这60件的控制权已经转移了 那我请问你 假公司能不能把这60件 所对应的600万收入去确认了呢 可以 对吧 已经控制权转移了 好 这一天 乙公司找到假公司说 哎呀 老假这东西好 咱再把那合同拿出来改一改 好 你再啊 给我追加 你再给我追加 40件 原来是不是还剩40件 你再给我追加40件 说这40件多少钱 它仍然是10万 这10万是什么 是目前为止 在6月30号这一天 6月30号这一天 这个产品的单独售价 是6 是这个10万元每件 单独售价是10万元每件 那有东西说老师什么叫单独售价呢 就是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这么说 这是准则的原文原话 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但是那你说单独售价和公允价值 有没有区别呢 有 单独售价是单独销售商品 而公允价值 它强调的是时间 10点 比如说什么叫公允价值 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够收到 或转移一项负债 所需要支付的金额 来举个例子 说这个计算器 它的单独售价是25 我卖你25 但是赶上刘老师来了 刘老师死气败烈的说 你不认识我呀 我私人教育老师 我是你的会计老师 便宜点 打点折 最后最后 23块钱 我把这计算器买了 各位 单独售价是25 但是你跟我双方均认可的价值是23 你同意卖 我同意买 因此这个计算器在跟我的交易过程当中 就是23的公允价 但你告诉他单独售价多少 还是25 所以单独售价不等于公允价值 好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单独售价在考试当中是已知条件 我不需要你去探究 我不需要你去探究 说老师到底什么单独售价 提供的已知条件 好 接下来我们分析这个合同的变更 各位 这个合同变更 你发现它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40件 商品一件是一件 一共是40件 增加了吗 增加了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也增加了 每件10万元 一共是400万 且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那这种情况下 你把你合同变更 追加的这40件合同 作为一个新合同处理 跟原来没关系 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说白了 它不是新签一个吗 对吧 我不就是新签一个合同吗 我这么说能理解不 那有同学说 那为啥 不新签呢 你要知道 大型公司签合同 不是那么容易的 新签合同 要走很多很多的流程 所以有些企业呢 就为了避免走这些流程 反正我也是单独售价 咱们就把原来的合同 拿出来 咱改一改 重新签个补助协议 就OK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实务工作当中 比比皆是 因此我们准则当中 对于此就进行了规定 来吧 回过头来 我们分析一分析啊 合同变更的情形一 是啥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来这是第一个 集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你会发现这里有三个要件 第一新增商品 第二新增价款 第三新增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那我就把变更的这部分 四十件 作为一个新合同 来进行处理 好 接下来我把这题稍微改一下 我说这个单独售价 到这个时间点是九万 我把它也改成九万 好 你告诉我 怎么说 一二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集合同价款 企业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它还是情形一 它还是情形一 所以你把合同变更的这部分 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好 这句话 我要求各位同学 你会说 这句话 我要求你会说 我再说一遍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什么叫可明确区分 你告诉我产品一个是一个 能不能分得清 来 这是一个计算器 能不能分得清 我这还有个计算器 能不能分得清 我这还有个计算器 能不能分得清 可以 所以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企业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我合同价款每件9万 单独售价也是9万 我是9万 他是9万 反映反映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就把合同变更作为一个新合同 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说明白了吗 OK 这是情形一 要求各位同学 你必须必须得把情形一 完全每个字不差的给我掌握了 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开始说题 首先看11-3 23年1月10日 蒋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商品购销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 蒋公司在23年6月30日前 陆续将100件A商品交付给乙公司 每件售价10万 该价格反映 开始把A公司 对不起 A产品的单独售价 截止到23年5月31日 蒋公司已经向A公司交付了70件A产品 23年5月31日 乙公司和甲公司进行合同变更 乙公司要求增加A商品是33% 每件售价12万元 他告诉你说 该价格反映合同变更日 A产品的单独售价 好就这个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 它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情形一 首先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即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因此我们把合同变更的这部分 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就跟原来的没有关系 那跟原来的没有关系 OK 所以结论就是我不读了 结论我不读了 最后就是把这30件作为一个新合同 来进行会计处理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稍微延伸一下 各位 这也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加的部分 注意听哦 还是刚才一提 蒋思和营思在五三一这天做合同变更 说追加30件 每件售价是11.5万 然后他告诉你说 合同变更日A产品的单独售价是12万 但是如果你蒋思去发展新的客户 你每发展客户销售一件产品 将发生的销售税费是0.5万 你看你正常你卖给别人是卖12万 但是你为了卖它 你得花0.5万 好 接下来我告诉你结论 如果说我们是这种情况 你是跟原有的老客户签订合同 把原有老客户发展新客户的销售费用 给他扣掉之后 以金额11.5万 跟他进行结算 各位也叫满足合同的单独售价相关为例 也就是说合同的价款反映合同变更日的单独售价 因此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加的 给我认真看 在判断合同价款是否反映新增商品单独售价时 应当考虑为反映特定合同具体情况 而对新增商品价格所做出的适当调整 在合同变更时 企业由于无需发生为发展新客户所发生的相关销售费用 可能会向客户提供一定的折扣 从而在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基础之上 与适当调整 调整后的价格仍属于此时商品的单独售价 考试的时候很简单 就这样 他告诉你正常单独售价12 但是我新发展一个客户花0.5 所以我现在跟我老客户也是扣掉这个新发展客户的费用 11.5就这么考 就这么考 那他就符合了我们刚才说 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因此往下看 说在合同变更日 最佳的A产品30件 即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即合同价款 新增商品是30件A产品 合同价款是30件乘以11.5万元 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所以我们把追加的这30件A产品 单独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会计处理 说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加进来的 所以各位同学要引起重视 不排除考试考你这东西 那说理由怎么说 还是刚才的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即合同价款企业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因此把合同变更部分作为一个新合同 来进行会计处理 各位必须会 没商量啊 没商量 你看我讲别的东西 就那么地儿吧 这东西真的你必须会 必须会 OK 这是情形一 好 会说理由就可以 会怎么判断就可以 我说过了快递分路不重要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说情形二 情形二 说合同变更啊 它不属于情形一 来 先停一停 它不属于情形一 我请问你 都有几种情况 我们品一品来 我们说情形一 第一个 说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要新增可明确区分商品 这要增加 第二 合 合同价款 这也要增加 第三 说新增加的合同价款 要能够反映合同变更日的商品单独售价 是不是这三个条件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 要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现在我们说情形二 他告诉你 他不属于情形一 那怎么不属于 来咱们评一评 首先第一个 他可能会新增商品 但没有新增价格 可不可以 他可能会新增商品 也新增价格了 但是新增价格 没有反映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可不可以 他可能压根就没有新增商品 但新增价格了 可不可以 这都是新增 还有一个 他有没有可能减少 也有可能 所以你记住 情形一是基础 情形一 你必须给我门清 情形一 你今天就要给我倒背炉流 我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说了六遍了 你脑子里就得有这种感觉 合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企业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格 只要一二三 这里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 只要他不满足 他就不是情形一 说明白了吗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说情形二怎么说 说合同变更 他不属于情形一 好 那不属于情形一之后 我们怎么去看呢 说啊 你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的商品和未转让的商品之间是否可明确区分 好 我们说可以 如果可以 那就是情形二 如果不可以 那就是情形三 好 我们先来说情形二 说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之间不可明确区分 如果这种情况怎么办 说你原合同已经履行的这部分中止 把你尚未履行的这部分 和我合同变更的这部分合在一块 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比如说 我未来合同这么多 这是我已经履行的部分 后边是我未履行的部分 然后这是我合同变更的部分 他怎么说 他说不属于情形一 好 我已履行的部分 已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 我能分得清 能分得清 好 你原合同已履约的部分 你给我中止去 把你尚未履约的部分 和合同变更的这部分 合在一块 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我们接下来也是举个例子 大家跟我看 说假 像乙公司 还是转让A产品 啥时候签的合同 二十三年的四月一号 什么时候交付完毕 二十三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交付多少件 一百件 每件多少钱 十万元 假设这十万元反映了在合同开始 该商品的单独售价 时间现在来到了二十三年的六月三朝 他已经交付了四十件 未交付的十六十件 同时 乙公司跟蒋公司说 老贾 你这商品不错 咱再追加 我现在告诉你 我在追加 五十件 我在追加七十件 太好了 我多追加 我在追加七十件 然后 我跟蒋公司 老贾 我又买了七十 你原来卖我十万 你现在打点折吧 你现在卖我多少 老贾 最后说 我八万元每件 卖给你 然后我告诉你 我说六月三朝这一天 这个商品 它的单独售价 是十二万元每件 是十二万元每件 好了 接下来我们分析分析 来 各位 合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 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没问题 没问题 新增价款 有没有反映 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呢 你往上倒 你往上倒 没反应 所以它是情形一吗 不是 再说一遍 合同变更增加了 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且 你会发现 新增合同价款 它没有反映 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不反应 那你告诉我 它是不是情形一 它不是 好 不是情形 接下来我们看 说已转让商品 和未转让商品之间 是否可明确区分 商品一件是一件 我分不分得清 分得清啊 对吧 一共一百件吗 我现在已经交付了四十 我还有六十 我没有交付 我能不能分得清 我当然可以分得清 可以吧 好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说它是情形二 情形二最后的处理是什么 说你已经转让的这部分 已经履约的这部分 你给我终止 把你上位履约和我合同变更后的这部分 给我合并 作为新合同 你已经转让这四十件 一件十万四百万确实误去 每转让的这六十件 和我追加的这七十件 你给我合在一块 作为一个新合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说你这个新合同 它的合同对价是多少 新合同的合同对价是多少 六十件原来是十万 七十件现在是八万 那是六百 所以是七八五十六 一千一百六 一千一百六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这份新合同的合同对价是一千一百六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 时间来到了二十三年的九月三成 它又交付了 五十件 来 控制权转移 请问我要确认多少收入 控制权转移了 我要确认多少收入 你1160是多少件 是不是一百三十件 你能不能算出单件的呀 1160除以一百三十件 哎呀 这是个小数的 八点九二 八点九二 那就五十乘以八点九二 来 五十乘以八点九二 所以是四百四十六万 所以你把这五十件交付之后 你去确认收入是四百四十六万 控制权转移 看明白没 这就是合同变更的情形二 情形二 我们现在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你会发现 它啥不满足了呀 它啥不满足 合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集合合同加款 但是新增合同加款 它有没有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呢 没有啊 对不对 它没有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OK不 好不好 好 接下来这个例子啊 你自己要记一记得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例子改了 我把这个例子稍微改一改看好了 这我都插掉啊 还是这个情形我不变 这回呀 乙公司找到甲公司说 说老甲呀 你东西挺好的 但是呢 我现在跟人签订单啊 我原来这不是跟你签的还剩60件吗 但人家就要68件 就要68件 我再增加8件 我追加8件 多了我不要 我就追加8件 但是我有一说 要前面我都给你10万了 这8件我不给你钱了 你就多给我生产8件 所以他的对价是0 我不给你钱了啊 这8件你免费给我吧 来 核同变更了吧 来吧 各位同学 我们分析分析 核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核同价款 他有核同价款吗 没有 没有吧 没有核同价款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情形一 他连核同价款都没有 他不是情形一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研究 说已转上商品和未转上商品之间 是否可明确区分 刚才说过了 可明确区分 那咋办呢 你把你已经履约的这部分给我终止了 把上位履约的这60件 和我核同变更之后的 这8件给我合一块 作为一个新核同来进行处理 来 你再帮我算一算 这新核同 它的核同对价是多少 那就是原来的60件 乘以10万 加上这8件乘以0 所以是600 对吧 所以是600 没问题吧 那一件是多少 那就除以68呗 600除以68 来600除68 这多少 8.23 8.8 8.82 8.82 好 现在还是 到了23年的 7月31号 它又交付了20件 请问 这20件 我可不可以确实收入 控制全转移 可以 那这20 去乘以 8.82 去确实收入 8.82 乘20 176.4 所以你在 7月31号这天 用交付20件 确认的收入是 176.4万 这也是轻型2 对吧 也是轻型2 好 再来 还是这个样板提 我们接下来 再把它改一改 这些我觉得不都差了 咱再把它改一改 假找到乙 刚才说乙找假 对吧 这回是假找到乙 老乙 我跟你说 当时合同签的时候 有问题 你说咋的了 你得尊重合同 上一边去 尊重什么合同 我告诉你 你把价黄给我追加上来 你把价黄给我追加上来 你再给我加10万 你要不然后边不交 你爱告我告过去 你看这不行啊 对吧 你这个不给他10万块钱 我这60件 我都跟他签合同了 我位于近100万呢 得了 给你吧 给你 好 接下来 你追加的商品是多少 零 你追加的价款是多少 是10万 对吧 你追加的商品是零 你没有 你追加的价款是10万 来 合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 商品没有 好了 不用往下说了 对吧 你不用往下说了 因为你合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 商品 你压根就没有 增加了吗 没增加 增加个6啊 没增加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情形一 不是 好 接下来 来 跟我看 合同变更 清香 是不是 移转上 未转上 能不能分 能 那怎么办 移转上商品 终止 是吧 未转上 和合同变更的 做一个新合同 来进行处理 来吧 你告诉我 新合同的价格是多少 60件 每件10万元 再加上 10万元 是否得把这10万元给我加上 所以应该是610万 610万 来 一共是60件 那一件是多少呢 610.17 所以一件是10.17 好 我现在到7月31号这一天 我又交付了20件 那这20去乘以10.17 来 10.17乘20 你应该确认收入 是203.4万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 是不是三种情形了 第一个是 加了商品 加了价格 价格没有反映 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对吧 第二个是 加了商品 但没有价格 第三个呢 是没加商品 我加了价格 好 你会发现 这三种情形 我是不是都是 都是在追加呀 那除了追加呢 我还可以减少 对吧 我还可以减少 来 给你玩个减少的啊 今年我要把合同变更 在这个阶段 就给你讲透透的 后续你就不用再看了 你能把这事听明白了 后续你就不用再看了啊 咦 找到贾 说老贾啊 咱是不是还有60个没交呢 贾说是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真的不好卖呀 真的真的不好卖 这样60个我都取消了 我说不过去 都取消 我说不去 我减少点 我减少 二十件 我减少二十件 假设那不行啊 你减少了那可不行 没事 二十件我稍微给你点补偿 好 我给你十五万 我给你十五万 来吧 我们再分析 合同变更增加了 没增加 减少了 所以它是不是情形一 它不是 不是 那么移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之间是否可明确区分 可以 好 那你告诉我 新合同的对价是多少 新合同对价 是原合同再加上这个十五万 但是你原合同是不是减少了 减少多少 减少二十件 乘原来的合同对价 再加上这十五万 是不是这个概念 是不是 你原合同变成多少了 变成四十件了 单价不变 还是十万 原合同还是十万 所以四十乘以十 然后我又给你追加十五万 所以加了一块应该是四百一十五万 四百一十五万 一共多少件 注意 现在可不是六十件 一共剩四十件的 一共剩四十件的 所以四百一十五除以 除以四十 一件是十点三七五 十点三七五 你又转让了二十 那这二十乘以 十点三七五 乘二十 二百零七点五 二百零七点五 看明白了吧 好了 情形二 我今天给你讲了四种情况 增加了三种 减少了一种 讲得透透的 就这一个例题 非常经典 都讲透了 都讲透了 来看 情形二 说合同变更不属于情形一 且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商品与未转让商品之间可明确区分 快递处理 那就是原合同中指新合同的定例 即原合同交易价格中尚未确认收入的那部分 与合同变更中以承诺的对价金额之合 作为新合同的交易价格 所以我们刚才举的这四种情况 咱们都说清楚了 OK了吧 好 接下来说一说情形三 先做个题来 我带大家说做个题 17-4 17-4 23年1月10 贾公司与义公司签订商品购销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 贾公司在23年6月30日前 陆续将100件A商品交付给义公司 每件售价10万 反映单独售价 截止到23年5月31日 贾公司向义公司交付了A产品70件 23年5月31日 义公司和贾公司进行合同变更 义公司要求追加A商品30件 每件售价8万 告诉你这价格不能反映合同变更日 A产品的单独售价 来吧 各位 它是不是情形一 不是 哪条不满足 来 别着急 别上来就判断啊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来 你知道你为什么学东西不扎实吗 就是上来 啊 这情形二 我刚讲完情形二 我做题肯定是情形二 对吧 如果考试呢 谁知道情形一 扎实点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但合同价款不能反映合同变更日 它的单独售价 因此它不是情形一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说已转让商品合 未转让商品之间 是否可明确区分 能 那就是原合同终止 新合同的定义 所以 原合同 你已经交付这70件 我们就终止了 新合同还剩30件 每件对价是10万 你又新变更增加了30件 每件对价是8万 所以你整个合同对价 标的金额应该是540万 540万一共多少件 60件 所以每件是9万 当你转让的时候 你就每件按照9万去确认 收入就可以了 那每件是9万去确认收入 OK不 这个就超级简单了 是吧 超级简单了 来 再来一个题 A公司与客户定立合同 每周为客户办公楼提供保洁服务 合同周期是三年 客户每年向A公司支付服务费10万 假定该价格反映合同开始 该服务的单独售价 在第二年年末 我给你画一下 第一年年末 第二年年末 第三年年末 在第二年年末 双方进行合同变更 将第三年的服务费调整为8万 原来是10万 现在是8万 这是10万 这是10万 第三年变8万 然后他告诉你说 假定该价格反映合同变更日 该服务的单独售价 同时以20万的价格将合同期限延长三年 来延一下 一二三 这三年合计在一块 是20万 假定该价格不能反映合同变更日 该三年服务的单独售价 即每年屡约服务金额是6.67万 与每年年初支付 上述价格不含增值税 来吧 各位同学 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合同做了变更 合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能不能区分 有同学分不了 你提供保洁服务 一年一提供 一个月一提供 一天一提供 这东西有啥分清呢 有啥分不清的 能不能分得清 能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但是新增合同价款 有没有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呢 没有 所以它不是情形一 那接下来呢 我们得看它是不是情形二 它说一转让商品到这 和未转让商品 这俩能不能分得清 你提供保洁服务 你有啥分不清 它一年一年嘛 对不对 没有啥分不清的 可以分得清吗 可以 如果说老师这我不理解 这个不理解 刘老师不负责 这是基本生活常识 好 既然已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之间 我可以分得清 那怎么办 把合同上位履约部分 这和合同变更部分 这作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而你合同的新合同标价 是你上位收取的这8万 加上未来的这20万 所以是28万 被四年平分 一年是7万 看明白了吧 来看看解析 在合同开始 A公司认为 每周围客户提供保洁服务 是可明确区分的 但是由于A公司向客户转让的是 一系列实质相同 且转让模式相同 可明确区分的服务 后边会讲啊 因此要作为单项履约用 在合同前两年 合同变更之前 A公司每年是10万元的收入 在变更合同日 由于新增三年保洁服务的价格不能反映 该服务在合同变更时的单独售价 因此该合同变更不能作为单独的合同 来进行快递处理 由于在剩余合同期内 提供的服务 以提供服务是可明确区分的 因此A公司应当将合同变更 作为原合同中止 同时将原合同中 尚未履行的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 合并为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新合同的期限是四年 对价是28万 8万加20万 即原合同尚未收取的对价8万 和新增三年服务的20万之合 而每年要确认的收入是7万 那就是28除以4 28除以4 好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举的两个例题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情形3 首先它不属于情形1 那情形1不属于几种情况 四种啊 四种情况不属于情形1 我说过了 再来一遍 第一 新增合同 新增商品 新增价款 但新增价款没有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第二 新增商品 没新增价款 第三 新增价款 但没新增商品 第四 价款也没征 商品也没征 但价款可能还往下降了 对吧 没有新增商品 但价款往下降了 所以这些它都不是情形1 那它都不是情形1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说不是情形1 你得看 移转让商品和 未转让商品之间 是否可明确区分 我告诉你 不可以明确区分 分不了了 这一辈子 我就给你绑定了 分不了了 不分了 好 这个时候 既然你不跟我分了 我就作为原合同的组成不分 不分了 就是原合同的组成不分 那么在合同变工日 我要重新计算 履业进度 并且 来 给我把这两个缺上 当期收入和相应成本 并且是当期收入和相应成本 圈上当期这俩字 我举个例子 甲为乙去修一座桥 甲给乙去修座桥 然后呢 这个合同标价呢 是5000万 预计的成本呢 是3000万 修座桥 桥标价是5000万 然后预计的成本呢 是3000万 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二年的 十一月一号开始 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 二三年 二二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 这工程没有完工 没有完工 我告诉你 我先告诉你结论 这是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约义务 说白了就是分期确认收入 好 那么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这一天呢 我要算它的履约进度 啥叫履约进度 就算上我要确认多少收入啊 我要算它的履约进度 咋算呢 一般啊 它会告诉你说 按什么已发生成本站 估计总成本的比例 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说已发生成本是500万 预计总成本是3000万 你能不能算出一个比例啊 你能不能算出个比例 那就500除以3000 哎呀 这比例怎么还是个小数呢 重来 600呢 是不是整数 哎呀 600除3000 是不是整数了呀 是了 20% 20% 所以你在22年的12月31号这一天 你是可以确认收入的 那你确认收入 确认多少 那就拿合同对价5000乘20% 你确认1000万元的收入 各位 这其实挺简单的 是不是 哎 挺简单的 好 来吧 时间来到了23年的4月15号 好 时间来到了23年的4月15号 哎呀 这个时间不行太长了 1月15号 好 时间来到了23年的1月15号 时间太长了 不行啊 说这个乙公司起药蛾子了 说你这个桥当时给我设计的是啥样的呢 是这样的 是吧 拱桥 然后下边呢 有一个洞 两个洞 三个洞 四个洞 那你给我设计成这样 说下边有四个洞 你给我设计一个拱桥 我说这不行 这个四 我不喜欢 我要把它变成八个洞 讲说行啊 加钱呗 对吧 你加钱我就给你变成八个洞 所以从四个洞要变成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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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四洞要变成八洞 那你就加钱嘛 对吧 你这个洞越多 难度施工越大 你说搁不差钱 来加加加加加 所以他追加了 一千万 当然你追加这个钱之后 我成本也会追加 预计的成本也会追加 预计追加的是 五百万 预计追加的是五百万 好 接下来 我们分析分析 说合同变更新增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来 各位 你现在建的是什么 我给你写这个桥 这个桥 你告诉我 能不能明确区分 各位 你现在还不知道 我告诉你结论 不能 那说老师为啥呢 等我们给大家介绍 合同约义务的时候 你会发现了 有的时候 虽然你物理特性上能分 但从合同层面上是分不了的 所以我现在先给你结论 说这个桥 它就是一个整合产出 我就给你产出个桥 至于这个桥上几个洞 那东西分不了 老师一个洞是一个洞 分不了 分不了 等你学完单项履约一物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它分不了 好 合同变更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分不了 好 那它就不是轻轻易了 你连可明确区分商品 你都分 你都不是 所以它就不是情形一 没问题了吧 好 再来 如果不是情形一 接下来 我得怎么去看呢 说以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之间 是否可明确区分 我告诉你分不了 为啥 我给你转让就一个东西 桥 刚才我说的什么 一个A 两个A 三个A 四个A 是吧 A产品一个是一个 我能分 现在我给你转让的就是一栋桥 我还分分个六啊 我咋分的 所以 移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 我分不清 那它就不是情形二 那落到了情形三 分不了 这一辈子我都跟你在一块 一辈子都在一块的话 那咱就把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杂主 你看看 你原合同的合同对价是五千 但我追加了一千变六千了 你原合同的预计总成本是三千 但我追加了五百 所以现在变成三千五了 好 现在把时间给我往前拉 拉到 22年12月31 你当时去计算的履约进度 你是不是拿当时已发成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重去算的 但是我现在合同变了 而且合同变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我得重新计算履约进度 来重新算一下 新的履约进度 新的履约进度怎么算 你告诉我 你发生成本变没变 你没变 你不还是六百吗 对吧 人家是增加成本了 但你发生的成本没变 你在12月31号这一天 你发生成本没变 你还是六百 但是我预计的总成本变了 变成多少了 变成三千五百万了 对吧 所以我会重新计算一个履约进度 同学方算来 十七点一四 同学方算来的是十七点一四 好 这个时候我得重新算一个新的收入 新的收入 请问你的合同对价还是五千吗 你的合同对价还是五千吗 不是了呀 你的合同对价原来是五千 但我合同变了 又增加了一千 现在变成六千了 拿六千去乘以百分之十七点一四 来 我算一下啊 六千乘以一七一四 一千零二十八点四 一千零二十八点四 来吧 各位 你会发现我合同变完之后 我这收入应该在十二三十一号是多少 1028.4 你原来缺了多少 一千 是不是 你原来缺了一千啊 来走你 这俩之间是否差个28.4万 对不对 好 那我就把这28.4万去补收入 核心点来了 我刚才让你缺俩字 看吧 听我话的同学看 我刚才让你缺上两个字 那两个字是啥 当期 你啥时候变的 你是不是在二三年的一月份变的 别废话了 来吧 你就把这28.4 给我在二三年一月去确认收入 我用用追调到二三二年 不用 直接在二三年 老师那是为啥呢 有没有人问 肯定有人问 你现在不打字 也是在心里问 那为啥为啥为啥 各位成本效益原则 就本身这种变更 我去调收入 别管多还是少 我成本效益原则 我没有必要追调了 我什么时候变 我什么时候去确认就行了 好了 你想知道原因 这就是准则当时制定的原因 这不是我自己瞎编的 如果你翻国际财务会议 报告准则 理事会制定准则 那个弊段解释 当时有的理事就说 你得追调啊 对吧 这可靠啊 但是最后大家说的没必要 对吧 你去追调这事 和你确认收入这事 我们成本效益原则 就别折腾了 对吧 会计都要掉没头发了 老太太都没头发了 一般女同事是不掉头发的 老太太都没头发了 你别折腾我们这些会计了 别调了 别调了 OK不 说清楚了吧 好了 这就是情形三 来 我们再把情形看一看啊 说合同变更不属于情形一 且已转让啊 在合同变更日 已转让商品与未转让商品之间不可明确区分 分不了 你就记住提供建筑服务都分不了 你要么给人建桥 要么给人修路 要么给人建房 这东西你产出的就是房 就是路 就是桥 因为你只有一项承诺 你不像我们刚才说的啊 你转让100个商品 一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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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分得清 这东西你分不清 明白 你分不清 那咱就不分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做一个题啊 请把书往后翻 翻到11-17-6 17-6 说23年1月15日 蒋思和客户定了一项 总金额为3000万元的建造合同 蒋思在客户自由土地上 建造一幢办公楼 预计总成本2200万 截止到23年年末 蒋公司累计发生成本1100万元 履约进度是50% 咋算的呢 就是1100 这是已经发生的成本 预计的总成本是2200 所以算出履约进度是50% 因此蒋公司在23年12月31号 他确认收入了 那应该是3000得 50% 应该是1500万 OK吧 好了 到24年年初 双方合同 同意变更了 说改变了这个办公楼的部分设计 合同价款和预计总成本 因此分别增加了500万和300万 那么该建造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旅约义务 说白了就是分期确认收入 那么根据累计发生合同成本 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来计算旅约进度 因此我们先分析 它是不是情形一 我们先分析啊 它是不是情形一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你增加了吗 你没增加 对吧 你根本就没有增加 所以它压根就不是情形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说已转让商品和未转让商品之间是否可明确区分 你分得清吗 你也分不清 对吧 你整合产出的就是一栋办公楼 而不是说办公楼的一个屋一个房一个房一个房不是 就是一栋办公楼 所以已转让的和未转让的分不清 分不清怎么办 把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快递处理 那你的交易价格也得变啊 你看看你原来是3000又追加了500 所以现在是3500 那屋约进度也得调啊 你原来是1000亿 然后预计总成本是2200 但是你现在总成本又加了300呀 所以是1000亿除以2500 屋约进度是44% 因此我得重新算一下收入了 那是3500乘44% 这算出来应该是1540 你在去年12月份是不是确认了1500啊 我算是1540 因此这俩差了40 这40在哪确认呢 各位同学我让你学上那两个字了 在哪儿当期 因此在24年的年初 我们去确认这40万的收入就可以了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我们用大把的时间将你一个小时 我把这三种合同变更给你讲透了 用一个小时讲这三种合同变更 因此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当堂笑话 周老师我们有小话 今天下课小话 我们接下来 这里有解题高手啊 自己回去看吧 我就不读了 接下来我们看18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22年2月1日 蒋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一项 总金额为2亿元的固定造假合同 在乙公司自由土地上 为乙公司去建造一栋办公楼 截止到22年12月20日 蒋公司累计发生成本6500万 22年12月25日 经双方协商同意变更合同范围 附加装修办公楼的服务内容 合同价格相应的增加了3400万元 假定上述新增合同价款不能反映 装修办公楼的单独售价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你下列关于上述合同变更 会计处理的表述周 正确的是 问你哪个是对的 来 你这样吧 我也不给你看后边这东西了 你告诉我 这是情形几 你看这后边你不用管 咱知道情形几之后再去选 情形几 咱说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装修办公楼跟建办公楼 这是能分得清的 你别说分不清 装修是装修 建办公楼是建办公楼 对吧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及合同价款 来 新增合同价款 有没有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他说不能反映 不能反映 好 不是情形一了 我们接下来再分析 说移转让商品和 未转让商品之间 是否可明确区分 你记住建办公楼这事 别管装修这事 就原来建办公楼这个事 我分不清 那就是情形三 那咋办呢 把它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来 我们看A 单独的 不对 变更做呆向旅 又是瞎说 原合同与未旅行部分 这说的情形二不对 那应该是D 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来进行处理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四D选项 好了 合同变更 我讲完了 一共是三种情形 各位 我再带着你 吕便奥 今天所有的直播间的同学 你都得会 情形一怎么说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 注意一定是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你得看你整个东西能不能分 像我刚才说的修乔 对吧 我给你举例子 你说你非得跟我俩 这样说四个洞八个洞 我给你举例子 我这么说 我说原来呀 这个利青啊 这个铺的是这个一成 我现在把这个利青啊 铺八成 你看 对吧 桥上也得压把路嘛 也得铺利青吧 对吧 你这东西能分得清吗 你分不清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是什么 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增加了合同价款 且这个合同价款 要能够反映合同变更日的单独售价 那这就是情形一 情形一怎么说 情形一我们说把合同变更的部分作为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OK吧 OK吧 好 这是情形一 你要会说 来情形二 考试必须写情形一 情形二 考试人不认你情形一 情形二 你得说合同变更 增加可明确区分商品 集合同价款 且新增商品 新增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你必须说情形一 考试写情形一 没人给你分 接下来 我再看情形二 他说 不属于情形一 然后呢 同时呢 他说已转让和未已转让的 是可明确区分的 那咋办呢 说你原来已经履行的这部分 我终止 把尚未履行的这部分 和合同变更的这部分 做一个新合同 来进行处理 做一个新合同来进行处理 再来说情形三 情形三 他说也不属于情形一 然后呢 说已转让 和未转让 不能明确区分 那咋办呢 分不了 我就跟你 与生共死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来进行处理 当然 你做原合同组成部分之后 你要重新计算履约进度 重新计算履约进度 然后呢 再当期去调收入 三种情况 今天就会吧 要不然你越欠越多 越欠越多 来 没结束啊 各位同学 我们在情形一致里 今年新增了一个点 啥意思 就是我在合同增加的时候 这个价款能不能反映单独收价 我们要考虑正常的折扣 如果你跟老客户签订 会省出一部分 签新客户的销售费用 你把这个销售费用 让给老客户 比如说像我们书上举的例子 12万正常单独售价 但是你新签个合同的 每一个你还得发0.5万 这时候我就把这0.5 做掉 按11.5万去给你新签合同 变更合同 各位 它也满足了新增价款 反映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明白了 有同学打现金之后别瞎打 不是 他不是现金之后 别瞎打这了 你们归零吧 同学 你永远相信我的话 你不相信 一查一查 一年一年 不相信我的话 明年还见我 相信我的话 明年咱拜拜了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您学习辛苦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讲收入 请大家一定一定要认真复习 来吧 各位同学 祝大家今年必顾 我们五一之前还有没有课了 没了 这是五一之前最后一次课 今天是4月24号 五一之前没课了 五一期间呢 我们书快也不给大家排课了 所以五一期间好好做题 五一期间好好补课 你别想着五一出去玩了 你考书快的考生 你有十一就不错了 你别再奢求有五一了 有十一就不错了 所以好好学习 十一咱出去玩 好不好 各位同学 我们五一之后 节后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